開會 各位議員請多質詢 惠平議員請發言 主席、縣長、秘書長 各位是主管管理及本會同仁大家午安 原先是預計在總質詢的最後一天 才想要跟我們的相親報告 就是這段時間我成為網紅的一些內容 原先是這樣打算 那既然上午爾章議員也有提到說 在網路上對議員在議事廳質詢之後 對於我們個人的部分也有他的質疑 那既然是這樣 那就趁今天的這個機會 也一併的說明 不能夠說是澄清一併的說明 首先大家最有爭議的部分就是卡六英雄館 那這個英雄館它的由來是這樣子 絕對不是因為本席擔任議員之後才簽的約 英雄館它在民國97年或96年就開始招標了 但是一直委外不出去 標案流標了兩次 因為當時的狀態就是經營那種像廢墟一樣的狀態 那到98年中那個時候我老公他覺得說馬祖的未來是有前景的 所以他就去投標了 那第三次得標成功 然後要經過一年的整修期 那剛好在98年底的選舉 那慧平有幸得到鄉親的認同 98年底的選舉有選上 那99年才上任 那因此我們的約是在98年底簽的 並非本席當議員任內簽 那第二個 第二個就是說 我佔據 我一家四口 用到議員的我的研究室 那這一部分確實是我的錯 那這個的原因是 當時我所認識我們的鄉親朋友 一家四口 住在福澳 他的孩子 一個兩歲 一個大概四歲 這樣的一個孩子 一個家庭 他告訴我 慧平姐 我沒有地方住 當時我的英雄館也在整修了 其實還沒有整修好 那我就想說 好歹我議員我還有個休息室嘛 我自己的休息室 我自己的家人 應該沒什麼關係 所以我就把我 租的房子 家裡的東西 什麼都沒帶 我就留給我們這個鄉親用 那我一家四口 就住到議會了 這一部分 我不曉得這個是有違反 違反我們議員研究室的使用 因為在當時的我看到 很多議員他都有用其他的空間 職員都有用 所以我以為 只要有空房間 那我們議員同仁去用一下 應該沒關係 因為沒有營業行為嘛 我是這麼理解 但是經過這一波的 這樣子一個說法 是有不當 所以這一部分 我道歉我認錯 如果說這個有什麼水電費 要追繳的話 也沒有問題 這個是在我一家四口 住的時候 那當然 我們有看到民意有這樣反應的時候 第一時間 發現說 這樣子好像是不合一的 網友 有網友也有在馬子網有PO碼 很關心我 十年前的事情我都找不到了 他還幫我找到 找到了之後 看看我想說 也要藉由這個機會澄清 那那個馬子網上一登 但是 英雄館還沒有裝修好 我還是就搬過去了 所以這個 這次的說明一下 並不是 並不是 再重申一下 並不是我當選以後才得標的 那至於我的屋頂加蓋 這個房子是我跟 連江縣政府承租的 我以為 我當時也沒有這樣子的一個法律意識 因為那個是海沙屋 三四十年的海沙屋 我們做了很多的一個防水設施 但是他房間就會有霉味 所以就想到說 那好像是把它遮起來吧 遮起來我沒有蓋起來啊 就遮起來 應該 就 就好吧 我花一點錢遮起來 沒想到過了不久 我收到公務處 給我開罰單了 處長 我有收到罰單 我錢也繳了吧 我該補證的事情 我也補證了吧 這個就以上說明 我是看到罰單的時候 我才知道我違法 我才知道說 喔原來那個是違建 那就趕緊 既然是違建 該繳的罰金 我們就 儘速繳納 然後該補證的手續 我們要去補證 還有 說上一屆 這個導遊入住我研究室 我的旅行社跟遊覽車公司 是107年 107年的時候我不是議員 所以這個顯然可見嘛 這個日期可以對嘛 可以對得起來 沒有那件事 但是他應該要提到的是 曾經有我的那個 我們北竿的鄉親 就是有開遊覽車 當天 南竿的民宿都沒位置了 我也是想 那既然是這樣子 那你就在 你就在我研究室 注意一下 我當時我沒有想到說 這樣子也會有風波 這個也沒有 金錢的對價關係 我還在想說 哪一天會不會有說 林慧平有不正常男女關係呢 他房間有出現我不認識的男人 可惜沒有 讓感覺很沒身價 那麼這一點是 針對網路上的一個說明啦 這個是我要 我自己要代替議長回覆的 黨團辦公室不是議長成立的 是幾位議員認為說 我們應該要有一個空間 一個平台 像可以跟我們各局處首長 有事情都不要說 一次都就到議事聽來 我們可以在黨團辦公室 大家比較輕鬆的坐下來 聊一聊 那麼就可以減少很多的誤會 也是有些鄉親 他有想要找議員說說話的時候 有一個平台 讓大家覺得說 那個是一個公共的空間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是好的 這名網友誤會了 誤會了 這個黨團辦公室是議長要成立 不是 是幾個議員用自己的配合款 然後簡簡單單的把它裝修一下 有機會的話也歡迎我們所有的鄉親 來我們黨團辦公室來看一看 那再說KTV 疫情不是很嚴峻嗎 我們不是也是有該抒發的一下管道嗎 所以在裡面 議長有幫忙備制了一個小小的KTV 原則上那個空間超過十點不唱歌 我想這樣子應該也不會有噪音污染的問題吧 局長 環保局長這樣會不會有 也可以測測看 如果有的話你也開發 另外就是說也關心這個我房間數的問題 英雄館當時我們跟縣政府簽約的時候 就是以營運旅館為目標 所以我們在第一時間的建制 我的消防設備 我的建築公安 都是按照旅館的標準來做 但是這當中法令有一些有困難 這部分秘書長一直很支持 我們交旅局的所有同仁也都很支持 因此到現在我們還在尋求最佳的階段 但是至於就是說你這個房間數不對的部分 當然這個是我們共同努力 但是還沒有達到的目標 那也很希望啦 也很期盼在最後一波的 待會要請教中醫處長 10月3號那個保護區通盤檢討的問題 這個就像為什麼一直很關心 像這樣子就會影響到民眾的權益 像這樣子的事情 那以上就是我對於成為網紅的內容的一個回覆 那如果說我們在座的主觀館 有覺得我剛剛講的不對 隨時可以補充 那接下來就進入到今天 要質詢的真實的內容 那就是我們的公務處處長 請問10月3號他的這個第四次的會議結論 通盤檢討的會議結論 您說預計是要分階段發布 那一天的會議順利嗎 請主席才是 請公務處 陳處長來做說明 好 處長做回答 謝謝主席 謝謝會議員關心保護區的通盤檢討 這部分呢 我們上次的會議謝謝委員 已經進入到南竿地區的實質個案審查 那南竿地區實質個案審查 我們第一階段 總共寶磚有十七個案 我們現在已經在進入這個十七個案 第一階段的總共十七個案 那這十七個案 我們要回去瞭解一下 有沒有卡六英雄款的案 那這十七個案應該在第一階段 預計上次是第四次會議 預計在六次會議之後 就會送大會去核定 處長我問您的這個 不是因為這個的個案 是說因為是分接段發佈 那如果說能夠挑出來的話 終於進入十七審查 進入的話就是又往外 往前一大步 這個真的是樂見其成 就還好前面有思考到說 不要整個是一起 所謂的通盤一定要放在一鍋上 挑出來就會讓比較沒有爭議的事情 他能夠順利的解決事情 是 另外就是還有個問題 因為使用分區是您這邊比較熟悉 我們再開 我們再開使用分區 我昨天也有提到說 像侏羅游泳池 它的使用分區是公共事業的用地 公用事業用地 對 公用事業用地 那像這樣的公用事業用地 它能夠怎麼使用 公用事業它有一定的規定 當然當時的公用事業用地 當時那個變更為公用事業 是因為監理站要放在那邊 當時監理站要放在那邊 所以公用事業用地 但是後來 因緣際會政策決定 在那邊蓋游泳池 那因為游泳池蓋下去之後 並沒有說 要去變更為體育產用地 不過這一次的 我們的通盤檢討 有把這個案子 就是說公用事業用地 變更為體育產用地 這個案子有納入在做檢討 那在哪一波 公設保留地 公設保留地的案子 也是進入第四次的會議 對 就是公用事業用地 是放在公設保留地 然後來一併討論 那我在這樣想 因為早上 我們很關心的住宅問題 我們一直都說自己沒有地 那如果說 這一部分的地 我們拿來變更為住宅用地呢 或者是也配合 我是這樣想 如果說在營區那部分的 五十之一要五十之二 那個地能成功當然更好 但是如果說沒有的話 像這樣子的一塊地 它也夠平坦 它的面積好像不小 好像零點多公頃 看起來是不小 我從關心這個游泳池的租倫案來看 一大片都是公用事業用地 只是我猜測 公用事業用地 我也查詢了一下 不是中華電信嗎 不是郵局嗎 這叫公用事業啊 可是怎麼都沒有蓋在那裡 那我就大概想一下 還有哪些公用事業還沒蓋 我想不到 還有哪些公用事業沒有蓋 幾乎 因為我們當時民國79年 畫的公用事業用地是 幾乎是原有的公用事業用地的位置 我們直接就畫成公用事業用地 所以沒有所謂的 哪些地方沒有蓋公用事業用地 所以應該是這樣講 是 我們就連江縣我們政府在運作 它所需要的公共事業 基本上它的基礎上都已經完成了 都已經建置了 所以這一塊區域 這樣這麼大的一塊區域 它目前的使用分區 還是公用事業 當然就有檢討的空間 那處長你也提到了 這個已經放到公共設施保留地來變更 那我在這邊想 如果說一般的這個狀況可以的話 本席認為它是可以來思考我們的第二住宅 而不是社會住宅 社會住宅因為它只租不賣 我們就讓外來的工作人口 他臨時可能三年五年十年 他來馬祖工作 他還是要回家的 但是他在這邊有一個很好的居住環境 那也包含說我們的弟兄朋友 他來這邊 尤其現在有很多眷屬一起來 一家四口三口 那個宿舍啊 眷舍他也很不容易抽到 他也想要有一個很好的環境 那像這樣子的情況他就很適合去住社會住宅 他就不需要來購買那種 我們自己所謂的一個安心宅 是 這樣子的情況 是 我跟慧民議員報告 現在就兩個方向 一個剛剛講的是社會住宅 那社會住宅的這個營建署 城鄉分署 有規劃在金沙 那個叫混炮林的附近 他們準備要蓋社會住宅 就是想說很多的年輕的這些將士 就是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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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願意的這些眷屬 是可以去跟社會住宅去去承租啦 另外您講的就是說希望把這個公用事業用地 變更為住宅用地 這部分有兩個兩個問題 一個就是說 現在在上面的建築物的所有權人要提出來 願意變為住宅用地 第二個就是土地所有權人也要提出來 他也願意 要有同意書願意變為住宅用地 得才能透過獨自計畫的程序 有縣都委會過了之後才能報到 內政部都委會通過 因為這是主要計畫 公用事業變成住宅區 是整個主要計畫的整個變更 所以這部分要有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書 跟現在座樓上面的建築所有權人同意書 這兩方都要同意 才可以提出這個變更案 這樣了解 那這樣子可能要請地政局局長幫本席了解一下 這一塊就是我們所謂的公用事業用地 這一塊土地它的應該是說是私人的居多 還是有公家的居多 我想說這件事情啦 我用我自己的常理判斷 如果我的土地在這上面 你都是公用事業用地 有機會的話 我一定很願意來變更 然後我來捐地 對不對 我用我的常識判斷 我不曉得到底有哪些地主 但是你公用事業用地 畫在那邊 地主它就無缺 它就很難使用了 它根本沒有辦法用 連那個很薄弱的租金都還要被卡這麼久 公用事業用地屬於公用設施保留地 這第一個 第二個公用設施保如果政府沒有徵收 它是自己可以蓋臨時建築物 這第一件事情 你覺得這樣有保障嗎 臨時的建築物 是公家沒有徵收的情況下可以做 但是公家都說沒有錢啊 所以這個不容易啦 我是說我們將心比心啊 第二個就是說如果你捐給公家 就變成容積轉移 容積轉移到你可建築的面積 那容積轉移過去的話 當然是按這個價值的比例 一比一的方式去轉 那如果轉出去 到了這個可建築的面積 它的價值就整個就上來 就是我本席認為說 在馬祖土地的取得是最困難的一部分 那一塊相對的來講還是平淡的 我只是不曉得說 它的地主到底是有哪一些人 成分是怎麼樣 我不清楚 我只是覺得說 看到這麼一大塊地 它是公用事業用地 讓我們的鄉親要做什麼都很難用 然後盤點了一下 目前馬祖的公用事業 好像沒有這個需求了 才提出這個意見 想說也做個討論吧 未來應該還是很有機會的 如果說 土地所有權能跟建物所有權能 有這個意願 是可以提出來通盤檢討 他們有建物 建物就是游泳池啊 就是連江縣政府 對 所以這兩方面 那一塊目前只有這個樣子 是 是不是 是有機會可以提出來通盤檢討 謝謝你 請坐 接下來就是我問了三天都還沒有認真問到的這個社會住宅 我想要了解一下 這個社會住宅 據本席了解應該是 蔡英文政府 她的一個口號 八年要有二十萬戶社會住宅 那 因為過兩年 二零二四 民進黨 她又要選總統了 她要執政了 所以我想她應該會大把大把的鈔票灑下來 希望有業績 在這個 在她 有這個業績 有這個跡象 的 情況之下 我們 怎麼 把握這樣的機會 請主席才是 請產發處處長回答 請產發處處長回答 謝謝主席 謝謝惠品議員 我想社會住宅這個 我們一直都 先政府這邊都很關心 也希望說有具體的 那剛好這次住宅中心這邊 就是說 陳如惠品議員講 這個就是 那個總統重要的一個政策 那 因為我們連江縣目前 就是只有147那邊 有二十戶的那個社會住宅 那量的話 他們也覺得不夠啦 那就是說他們 有來找了 那目前就暫定是 就是那個 人耐五十之一之二 那個胡俊南營區 那邊來規範 我已經聽很多次了 對 然後另外 其他的部分就是說 我們也有跟他建立就是 東引他現在有一塊 原來要蓋那個 示範住宅的土地的部分 也有跟相公所那邊聯繫 就是可以先撥一部分出來 做社會住宅來使用 那我們這邊另外也有請同仁 再盤點北 就是其他北竿跟菊光這邊有適合的地方 也會提供給住宅中心這邊 來作為那個社會住宅建築的使用 因為社會住宅的話 他就是國外土地可以直接去興建 沒有受那個 像我們剛才示範 沒有修法問題啦 對對就比較沒有修法問題 那這件事情你接觸多久了 議員在議事廳 各鄉的議員 各個島的議員 在議事廳 一而再再而三 表達我們的鄉親 有住的需求 然後你的土地盤點 盤點到現在 現在我們已經要執行社會住宅的這個政策的時候 錢已經在那邊等我們了 政策也在那邊支持我們了 然後我們還在繼續盤點 跟議員報告就是說這個一個是我們土地的問題 那製度 土地問題今天才有嗎 你正常來講 前面議員有在建議說 我北竿需要住宅 示範住宅 社會住宅 我舉光需要 我東影需要 我南竿需要第二住宅 你們都不需要趕緊去整理一下嗎 你只要沒用 你看我一個選民的陳情案 我都發現了 諸羅段那一個公用事業用地 這麼大一塊都沒有用 這個不是也可以盤點出來的嗎 更何況你自己現有的 你自己現有的土地 你有沒有到底有沒有列出來過 有沒有請軍方你列一下 有沒有請國有財產局你列一下 這些東西都要等到 你一定是被逼的 你一定是被這個什麼國家 這個什麼都市更新中心 逼著 你要做你要做 所以不得已不做 這個政策是從106年就開始了 這當中沒有一點點資訊 除了147裡面的20戶以外 我看要等到我們縣政府這樣子 要去爭取到預算 有錢在那裡 不懂得爭取啊 真的很奇怪 很短暫的時間 在這裡跟你生氣也沒什麼用 我不曉得說這個 該跟你說 還是跟那個公務處處長說 反正是 這樣吧 我 今年初在台北參加一個參會 他任職的位置就是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他的職稱是 中和業務部組長 剛好名片沒丟 看到這個想到去把它翻出來 我本來以為我都用不到了 他也認為說我們連江縣政府 對於這個什麼都市計畫都市更新 所有的資訊一知半解 但是當時的我 我不曉得說 中央政府有這樣子一個 社會住宅的一個政策計畫 所以就沒有太放在心上 如果說可以 你們兩位應該跟你們兩位都有所關聯吧 有願意的話 明片在這裡 你們可以保持一個很好的互動關係 他會懂得怎麼設計 怎麼把這個區域 以我跟他參序的過程 我想他是有墨水的 是很專業的 麻煩你 有需要的話 私後來跟我拿這個名片 謝謝 請坐